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新鲜 最独家 最猛料 一切尽在有料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啦 早在参加爸爸回来了的时候 小甜心就已经暴露了爱美的属性 一早起来就乖乖刷牙 奶爸倒疼发型时 咱新爷也没闲着 抄起妈妈的装备 二话不说直接上脸 爱马乔乔这架势 超有饭地有没有 不过在小甜心作为化妆小工具 光用刷子这么够年 妈妈李小璐和奶爸 就曾在采访中爆料 小甜心不仅在家中 用妈妈的口红臭美 还偷用爸爸的分底衣成了小黑人 还别说小鹿妈妈也经常在微博上 表示对自家女儿苦笑不得呀 拿眼线笔搞创作 强势加入妈妈的美容日常 一不小心又给自己剪了个狗肯刘海 不得了 咱新爷只想要全能发展的节奏啊 发样丸子头卖萌 炸起小便也超淑女 乐发型哦就服你啦 当然啦 造型得做全套 咱脚上功夫也不能落下 不用偷穿妈妈的鞋 奶爸送上小高跟 小气袍再这么一穿 还真是天生丽质 男子气啊 上也别说啦 本公局知晓艾特王元哥哥 咱小甜心美不美 人民的民意刚刚结束 欢乐送二也马上要播出啦 好聚连连 大伙儿四不四 已经掰好板凳坐等了呀 说起欢乐送 怎么能少了屋里桃姐呢 还记得桃姐一身霸气 智商惊人的人生呢 这帅气总共的形象 热要劝了一大票粉丝哦 但素你以为桃姐只是这样子的 她还演过性感撩人的豪门主妇哦 那之前在《青夜天使将领》里面 乌里桃姐竟然和李承大档 上演了大尺度的清热戏马 你干嘛 今天你在野外 遇到一只小野兔 什么呀 我们在这儿做最浪漫的事 哎呦喂 前方高能 你们在说啥 小公主表示 既姐还是小孩子 有点听不懂诶 桃姐戴上兔耳朵 穿上豹纹衬衫 变小野兔花式引诱老公 就问成哥 并并解造吗 不过之后立马画风突变 桃姐一下子又变成了一个风质 一会儿哭一会儿闹 火拖拖一个女神经 竟然毫无违和感 你以为这就够了 之前桃姐还模仿 自己的师傅宋丹丹 实力搞怪 说 要把大象装冰箱 拖共分几步 自己玩怎么够 桃姐还拉上奖心一起 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那霓萍就是我梦中情人 爱咋咋地 看到这样多变的安迪姐 你这么思也有点惊讶呀 热巴四名牌首秀奉上 哇 这是什么 诶 等等 画风那么优雅 实说的打开方式不对嘛 吃瓜群众们也表示一脸蒙圈呀 按跑来的套路 难道不应该上演一场 呼呼呼呼呼 相爱相杀的戏码 别着急 说负责任的围观了一圈 还真有大发现 怎么办啊 很恐怖 要倒就掉下去 会死的 是我们一起吗 不是我们是他们啊 你为什么要来跟我说话 没错 早在下水四名牌前 你那热巴就已经被吓得 语无伦次 躲在一边 至于原因嘛 因为热巴 不会游泳 对吗 我怕水 我想说腻过水 就是因为怕水 不会游泳 这水上四名牌 还真是戳中了热巴的弱点呀 罢过 好巧不巧啊 你那热巴在兄弟团里并不孤单 还有这位也有致命弱点 没错 就是你那傻袍的陆寒 一听到坐缆车 整个人都疯了 一个孔水 一个孔高 还真是难兄难弟呀 说到孔高呢 小鹿同学被报 录节目赶通告都不坐飞机 坐高铁转场才是正解 这部最近更有网友爆料 跑男下一轮将去捷克录制 小鹿同学 超怕坐飞机 要不是超哥和大黑牛坐心理建设 你的小鹿差点就缺席录制了 这么一看 再想到这期的缆车环节 就替小鹿同学问一句 这环节谁设计的 难道你们忘了 我是个孔高的宝宝吗 说完热巴说超哥 上周的跑男笑点评评啊 给女搭档化妩媚娘装 简直考验了各大智男的艺术功底呀 当然了 最惨的就是阿萨同学了 和邓爸爸一组实力被黑 只能心疼阿萨一万点 把过能画出这熊猫眼的舒直夫超哥呀 但港真 很多和邓爸爸合作的女演员 竟然都被他带跑偏了 就先拿大秘密来说吧 走过成熟风 最爱少女范的大秘密 和超哥一起合作电影 分手大师的时候 画风竟然是这样子的 被砸鸡蛋 花式吊打不说 秒变猪头脸 尝试女神镜分分钟突破了自我 咦 这还是我们认识的大秘密吗 三右措施和超哥一起搭档合作 美人鱼的林允 本来可以美美的林允 和超哥在一起之后 也被带跑偏 在戏里各种自毁形象 看看 这烈焰红唇的雷人造型 说真要给化妆师点个赞呀 不止这样 被海参扎布说 林允还被超哥狂K 头发凌乱 真是怎么丑怎么来 当然了 被带跑偏最严重的 还是你里娘娘孙丽 本来成熟稳重的娘娘 和超哥在一起之后 就开启了被黑之路 除了微博上被恶搞 和超哥一起演出恶棍天使的时候 娘娘也是爆牙出镜 妙变痴呆女 表情夸张 抽出了新高度 要说说 超哥的带偏能力 还真不是盖的呀 嗨 欢迎关注官方微信 让女王抱不完的料 和吐不完的草 都在这里哦